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日前吉利D豪GL PHEV整齿感想 两个方面,整体的造型上依旧延续了现款D豪GL的设计风格 仅在车身细节处增添了新来源车型的专属设计元素 而侧面采用6倍造型配合前低后高的腰线 营造出一定的运动气息 侧位设计上通过横向的多个视条以及弧度的运用 不仅拉宽了整体的视觉效果 也让尾部设计具有较强的层次感 内装面也保持了与现款D豪GL一致的设计风格 三副式平底方向盘上的车标同样采用了极力全新的黑标 中红部分新增了手机无线充电功能 还配备了全速的ACC自制性巡航 A1B层次预警碰撞安全系统 FCW前碰撞预警博士9.300ESP的安全配置 以及360度全景影像功能和1K2紧急救援系统 后面采用了1.5T温轮质压放动机 电机和3L电池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采用容量为11.3千瓦时的3L电池 充电续航66公里 最快充电时间可达1.5小时 该动力系统的最大功率为190千瓦 最大扭矩可达4145牛米 百公里加速时间为7.28秒 综合油耗百公里1.10升 据了解该社交于今年第二季度上次销售 喜欢的不要错过了哦 有过来媒体曝光了一组猎豹 切下全新SUV测型的最新点照 通过点照来看 新车骑炼采用了当下流行的奔提式前大灯柱 其中下方灯组与大尺寸的钝型前隔三巧妙的融为一体 使前脸看上去极为夸张 侧面采用了跨界交法SUV的车身形式 配合微微隆起的轮眉线条 使其看上去十分年轻 尾部方面新车线条较为复杂 类奥式的设计配合C字型的尾灯组 预计点亮后变质度较高 类似方面 回顾此前的叠头来看 整体采用了黑色微组色调 并在首幅箱处加入了红色元素基地点缀 人体看上去较为年轻 细节方面 还采用了大尺寸的液晶中控屏 以及三副色的高功能方向盘等设计 而关于该车的更多信息 暂时还没有消息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近日 丰天正式发布了新款玫瑰版 丰天EARIS HATSBAC侧型的官图 外观方面 新车具有较为夸张的外观设计 流平型的转网结合外圈的线条 和上方进气口 整体采取效果不有冲击力 同时新车的头灯采用了上扬色的设计 与前脸的线条相结合 进一步增添了它的侵略性 侧面轮廓与线宽马自达2 有着较高的相似度 流线型的腰线时的 这辆紧测型的小车显得动感十足 而在车位方面 与线宽马自达2 采用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设计 两侧仅在品牌logo和车标标识上有所区别 类似部分除了新的方向盘设计 其余部分与马自达2均相同 采用了非对称式的设计 同时中控面板和门板处座椅 同色的软质材料也增添了新车的质感 中控台上方设置了一个7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 搭载的多媒体系统 支持蓝牙连接语音识别 以及安卓的Auto Apple CarPlay互联等功能 动力方面将搭载1.5层发动机 其最大功力为108马力 从东西的方面 新车将配备6处自动扁数箱 新车将于当地实际2019年4月17日 开门的纽约车展正式首发 这车你给打几分呢 新锐汽车官方正式发布了 其他中型SUV新款瑞虎8的官图 二官上 新车整体维持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 细节上换装了全新的前隔三造型 内部则加入了点阵式镀刻装式进行点缀 配合夸张的雾灯造型 以及倒地形的进气口 让新车看上去更具运动气息 同时其大灯组内部配备了 多枪反射式LED自动大灯 以及高能动态转向灯 预计能够带来出色的照明效果 正面来看 其继续延续了现款车型的 古具式HDX零性动感水流持终造型 配合18英寸双五幅式轮圈 让新车十分年轻动感 尾部方面 采用了当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组 同时其尾灯组内部 则采用了祥瑞培纹LED造型 并进行了熏黑处理 视觉效果突出 在人持终方面 新车程度高为4700、1860、1746mm 轴距为2710mm 动力方面配备来自 其锐的第三代1.6TGDI发动机 其最大功力为197马力 分之有距为290牛米 从头面将搭载来自 格特拉克七速四式双离合变速箱 使新车油耗仅为百公里7.4升 这车你喜欢不? 华晨宝马官方正式发布了 旗下中型车 全新一代3系长轴巨版车型的类似官图 可以看到在中控部分 其空调出风口 以及实体控制按键区域 相比现款车型均有所下沉 为双方的大尺寸悬布 使装控验金屏留下更大的空间 还可以看到 官方在该车后排空调出风口处 增加了两个USB充电接口 以及座椅加热等实用配置 配合全新航空透震 全景天窗 以及能随驾驶情景 进行变化的动态情景提示范围等 让后排乘客得到充分的放松 值得注意的是 该车还将成为中国市场首款 搭载BMW智能个人助理的车型 外观上基本延续了好耀版全新三系标准 轴距版车型的设计风格 采用了全新的前大灯组造型 内部有L型的日线形车灯带 勾勒出全新的天使眼造型 相比现款车型更加稀利修缓 同时标志性的双胜格山也变得更加宽大 并用了一体式的亮黑色镀骨装饰 侧面比例依旧协调 线条舒展而流畅 而侧尾部分采用了平直锋利的尾灯组轮廓 内部L型的红色灯带 营造出了灵力的视觉效果 在尺寸方面 层空高分别为482918271463毫米 轴距为2961毫米 动力方面搭载的是新款B系列的2.0T发动机 其中的功力与现款420ILI同为184马力 但尾标已经变为了425LI 动力方面 鱼之匹配的依旧是8速手机的变速箱 新的华正邦马3C标准轴距版 以及长轴距版将在4月16日 开幕的上海测展中 正式与广大国内消费者见面 喜欢的不要错过了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微角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